國民黨立委王宏威 批評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 進辦總幹事潘夢安 高師大的論文有啥次 兩個月過去還是沒做更正 對此民進黨也反擊 雙方是隔空交火 真正丟臉的是王洪威 王洪威召該記者會 攻擊抹黑潘夢安總幹事的論文事件 根本是烏龍爆料 浪費社會資源 更是俠立委職權 施壓學術 有關潘夢安論文事件 早已經配合學校相關程序進行 論文修正也早已完成送進學校 並且通過學校的審核 王洪威根本是為了呼應國民黨 全黨救馬文軍的行動 才會選擇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之下 不顧事實 召開烏龍記者會 蓄意潑髒水 賴清德進辦發言人陳世凱 強調校方六月一號發文 要求潘夢安在六月十二號以前 回應學輪會提問的內容 已經在期限內來回覆 六月十六號要求潘夢安在七月六號 到學校來陳述意見 他也依照時間回到學校說明 而校方在八月一號發文 通知沒有違反學術倫理 不需要撤銷學位 但給予書面告誡 並且要求要修正論文 潘夢安已經在九月八號提出修正 直指王洪威根本就是烏龍爆料